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千涵 Hello 各位全國的大漲 我是李歐 最近我有發現一檔股票 它大漲了32倍 就是超微半導體 那李歐這檔股票 它大漲那麼多的秘密是什麼呢 好的 那為什麼這檔股票會漲這麼多呢 你看因為它的主要業務是什麼 就是顯示卡加伺服器 使用的這個晶片 這個CPU處理器 所以雙引擎點火之下 就讓它的股價 哇一路的水漲船高 而且它短短不到5年的時間 就從2015年 有沒有這9月份 才1.65元 上禮拜我們就先跟大家報告過嘛 所以這樣的股票非常的彪悍 不到5年就漲3200% 是32倍啊 漲幅相當的驚人 好那重點是 我們可以從當中 就是得到什麼歧視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它本身的這個財務狀況 當然它的這個獲利表現相當不錯 它2019年第四季的營收表現 年增50% 而且毛利率呢 也叫去年同期 從38 那往上提升到45% 而且我們知道 尤其是重點 是在這個伺服器的這個晶片 CPU出貨大爆發 而且華爾街預估 今年的年成長 比去年同期 會再成長28到30% 所以你看這個成長率 是不是相當的一個驚人 好的 所以我們知道 產業的前景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雲端資料中心 也就是說大型的資料中心 它會讓這個伺服器的需求 呈現一個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我們知道2016年到2021年 你看伺服器的成長預估 從原來的338座 大幅成長到628座 年成長13% 所以我們看到接下來 不是5G要開始逐步進入商轉嗎 所以5G的趨勢 它會帶動這個數據傳輸 比如說像電信商 各大電信業者 它會需要更多的資料中心 電子商務業者 包含像亞馬遜有沒有 那個社群媒體 包含像這個臉書 Twitter等等 它會需要建置很大量的這個資料中心 所以我們看到 包含像Intel 你看這Intel股價 從這個2012年19.2元開始 它也漲到69.3元 它的漲幅也不錯 但是畢竟漲幅沒有像這個超微一樣 漲這麼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也吸引國外的這個業者 來台灣建設資料中心 比如像這個Google 2013年就在台灣 張濱工業區 蓋了第一座資料中心 而且投資超過3億美元 那2019年又再度加碼 在台南購置土地 準備要蓋第二座的資料中心 所以北美四大業者 包含像亞馬遜 臉書這個微軟 Google等等的 都開始 都開始有這個需求 要建構這個資料中心 所以這個需求 會達到這個雙微數的成長 更何況 不只美國 中國的業者 阿里巴巴百度等等的 它也有這個需求 所以開始 這個 就是今年的產業趨勢 是蠻明顯的 那除此之外 包含像台灣 相關業者 當然就有機會水漲船高 比如像這個翔碩 5269翔碩 你看它股價 一路的往上走高 很驚人 去年9月份的時候才450 現在已經來到990了 真的 翻倍 太可怕了 短短你看多少時間而已 它是做這個超微AMD的這個晶片組 所以它是交給翔碩的設計 所以它就一路往上追個走高 再來我們看到4966普瑞 普瑞它是做這個高速傳輸介面的這個晶片 它也切入伺服器 跟大型資料中心 所以你看去年大賺三個股本 31.54元 它的走勢你看 然後770 去年的這個9月份 才多少 才532 很驚人 再來我們看6669 微影 微影它是偽創旗下 專門在做這個系統整合 就關於資料中心系統整合服務商 它的客戶都是一線的TO1的大客戶 包含像臉書 那個亞馬遜 微軟等等 雖然它股價也是很驚人 你看去年6月份的時候才300塊 現在多少 已經767 哇真的很厲害 那再來包含像 這個資料中心它需要什麼 散熱 所以這個建設嘛 它做這個均熱片 除此之外還有這個 IGBT車用的水冷散熱模組 那這個地方呢 開始 新的廠房也要投入進行一個擴產 開始進行一個產能加倍 所以它出貨有機會倍增 那包含像元月份營收 你看表現相當不錯 月增年增 所以它股價也跟著水漲船高 那除此之外包含像華旗 華旗最近長得很兇 它也是因為伺服器的業務 這個佔比提升 而且新舊客戶都 開始進行一個比較明顯的成長 所以你看元月份的營收 月增33 年增41 表現相當不錯 除此之外 我們看技嘉 技嘉最近 這個投信外資法也買 因為業績好 你看元月營收 月增31% 年增16% 因為它除了這個板卡市場以外 主機板跟顯示卡市場 有開始成長以外 伺服器的業務 公司估計有兩成以上的成長率 所以它股價就 往上明顯走高 那脖子更不用講 你看我們一路以來 一直跟大家分享脖子 高階伺服器用的PCB 佔比70 而且是實成板 這個板子的層數越高 它技術難度越高 所以它毛利率呢 也開始大幅度的一個跳增 股價也開始往上 做一個創新高的動作 所以股價會反映企業獲利 也會反映什麼企業前景 所以大型資料中心跟伺服器 是今年這個大成長的一個產業 是毋庸置疑的 好的 那方向這個1月份營收嘛 到2月15號已經全數公佈完畢了 而且創新高公司就是27家 所以我想在這邊順便投資給 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個參考 是謝謝利偶的分析 接下來請看一分鐘看台股 好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的觀察重點呢 就是因為 美國股市雖然小幅度的拉回 不過市場還是關注武漢肺炎最新發展 畢竟台灣出現首例死亡案例 但是這個地方 我想投資朋友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還是處於一個 比較受到控制的一個情況 所以台灣投資朋友不需要太過恐慌 尤其是台北股市 目前是來到月積線交叉數 本來這個地方就會稍微震大 如果要往上攻擊 你一定要量增 但這個地方大家會有點擔心 有點害怕 他勢必量縮 量縮當然他就會拉回整理 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量能會比較小一點 他當然就拉回測試支撐 不過籌碼面融資 他增加速度很緩慢 而且融券竟然還要往上做一個增加 所以這個地方籌碼是很安定的 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那指數方面 就觀察台積電 台積電會影響我們台北股市的指數 個股呢 就大家就看我們這些 有缺貨漲價題材效應 比如說像這個CIS的部分 像記憶體的部分 好的 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追蹤參考 也祝各位投資朋友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